開看各民眾的空間 看起來是最多數字 這就是南保管政府文化局 投資館 主教學分的大樓進修鋼鐵完工了後 為今天一開始 每個樓站都將於轉身 有個數字的風貌來和不南保的鄉親 我想文化局 因為我們大樓的一個安全考量 所以我們進行了一個 這樣大樓的一個修繕工程 那目前修繕工程在11月10號已經 如宿全宿的一斤來完全的一個完工俊工了 我們將於12月2號 用嶄新的面妙為鄉親 來服務我們這樣閱讀的工作 投資館改變最大的 就是二樓跟三樓的二斗滑土空間 不但年齡分析更小 滑土空間也會更開看舒適 就是希望提供家庭和調查到孩子 可以跟投資館享受慶祝共東滑土 另外 投資館為了回規要看齊鄉親 在進修期間就齊不方便 特別基盤後 挑戰滑土100分齊有種活動 開放每一卡 最高可以借閱到100冊的圖書 我想這個是喜愛閱讀 喜歡看書的朋友 我想這是一大福音 那圖書館並且準備了各式精美的這樣的一個獎品 將於在活動結束後來送給借閱紀錄最高的10位這樣的一個愛閱者 尤其喜愛閱讀這樣的詳細可以到圖書館裡面來挑戰這個紀錄 然後也來創造我們閱讀的這樣的一個風氣 尤其一開始 南北館政府文化教圖書館 宣布全民進行開放民眾使用 對他要提供民眾更開看舒適的外套空間 令人分析約定加確實 加上提供家庭電壓儀電的壓應給沒有 文化教圖書館的功能約定加全民 記者檢本宣 蔡宏報道